仪器的分析时间大约是12分钟左右 实验结束后在屏幕上面会显示出我们样品的热值 从打印机也会打印出来仪器的热值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机盖 把养蛋拿出来 我们检查一下样品的燃烧情况 先放气 我打开养蛋 观察一下样品的燃烧情况 养蛋里面有没有多余的样品飞溅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确认实验结束 样品测试的结果可以采信 把里面10毫升的水现在已经变成废水 直接倒掉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仪器的标定过程 首先我们按停止键 回到待机状态 这个时候我们按一下标定按键 输入密码789 按标定键 我们标定的目的就是用已知放尔量的 已知放尔量的本甲酸 来计算这台仪器对应的水当量 也称为热容量 我们先拿出一张包纸 标定的过程是不需要用包纸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包纸直接去皮 取出一片本甲酸 称量它的净重就可以了 我们记录下来本甲酸的重量 0.9936克 拿出一个棉线 拿出一个棉线 打一个活结 把本甲酸绑住 注意手不要碰到本甲酸 把本甲酸放入干锅中 如果怕门甲酸 如果怕门甲酸掉残渣 可以用手稍微敲一下包纸 我们把棉线的另一端卡在点火丝当中 我们用2桶量10毫升的水 倒入养蛋中 倒入养蛋中 拧好养蛋盖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给样品充氧气了 我们介绍一下充氧的压力表的情况 这边是氧气瓶的阀门 打开阀门后 靠近氧气瓶的这一块压力表会显示整个氧气瓶的压力 现在是7个氧气瓶 我们从压力表出来的氧气需要经过这个减压阀 把压力卸掉 也就是要降低它的压力 这边的氧气瓶 这边的压力我们是控制在2.2到2.8兆帕之间 现在我们可以给氧弹充氧气 卡紧氧弹后 我们打开冲氧仪的旋钮 氧气充满后 冲氧仪表的压力盘会静止不动 这时我们保持15秒钟以上 保证氧弹当中冲入是过量的氧气 这个时候我们氧气充满后 可以用旋钮关闭充氧音 用提手 把氧弹放入主机的内桶中 盖好仪气机盖 这是我们输入氧甲酸的重量 0.9936克 按标定键 仪气自动进入标定实验 大约15分钟左右 大约15分钟左右 仪气会自动标 标定出热容量常数 从打印纸 也会打印出来热容量的数值 标定过程就完成了 一会儿 5 4 谢谢观看